据塔斯社10月10日报道,俄罗斯政府有关禁止欧盟、挪威、乌克兰和英国货运汽车入境的禁令于10日起正式生效,将持续到今年12月底。 来自上述国家的商品将在加里宁格勒州、列宁格勒州及圣彼得堡等地交由俄方车辆运输。 本月初,俄罗斯总理米书斯金签署了针对不友好国家的运输禁令,禁止欧盟、挪威、乌克兰和英国的货车入境和进行过境运输。